为您带来的全会赛艇项目的转播 接下来呢是女子双人双奖项目的比赛 在女子双人双奖这个项目当中 现在B组的决赛 一道是浙江二道湖南二队 三道是贵州 四道是湖南三队 五道是甘肃队 六道是福建一队 这是福建队的赖伟娟和许晶 起航状态四道这边 湖南三队 邝敏纳和易立琴起得还是非常好 但是从滑行的整体外观上来说 在起航阶段显得非常的用劲 不像是很流畅的这种感觉 力量在拉奖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中后段 稍稍有点顿做 这样的多多少少会在中后场 带来一些影响 河南这条铁确实最后出水前撑得非常狠 尤其是在一号位上的邝敏纳 这明显感觉蒋入水之后呢 稍稍有一点点驱动 然后在鞭打推进传速的时候 上肢的参与程度比较高 这样滑到中后层 就会对他们的整体的上肢 尤其是小臂肘关节这几个位置的这种耐受能力 会有一些担心 因为上肢的一些小肌群参与的过早 那么你在冲刺阶段的这种僵硬程度会比较强烈 而且酸胀程度会很难受 相比这样的 领奖手这个位置上 整体的 对于大肌群的用力之后 腰背的力量的传导 上肢对力量的这种连带 看起来要更舒服一点 盔州这条艇呢 有点空滑坐 稍微在一号位上落彩 蒋叶入水这歌前抛都做得不错 但是蒋一入水之后呢 稍微有一点蹬腿的时候 有一点前趴 这样的话不是整体背部 腰背一同协同的往后去 后靠来带动力量 而稍稍有一点点先走滑坐 这样的话会有一点点滑躯会被浪费的 稍微在一边 这会儿甘肃这条艇 也在逐渐的上来 这一阶段在水下力量比拼的过程当中 途中滑 整体甘肃这条艇的滑距效果要好得多 节奏也比较舒服这条艇滑的 潜入水很轻 虽然说后靠的幅度同样也比较大 领奖手的整体后靠做的很充分 但是一号卫场后靠的这一下并没有倒下去 就是一二号卫场配合的还是比较好的 这会儿甘肃队只落后 湖南队0.83秒了 体能下降 湖南队这边体能下降的还是比较明显 邝明娜这个位置在一号位上 不但是上肢的手臂参与过早 而且在最后拉奖出水前的这一下 整个上身的这种向后的带的这一把 明显感觉到体能上有些下降 同样甘肃队这边体能也在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 刚才一个特写镜头也能看到 他们在一号位王彩霞这位置上 滑的显得很不轻松了 整个人有点拉不动了 蒋下偏软了这会儿 本身甘肃队前面一直是靠蒋下的力量和滑行效果来追上了湖南队 但是这一瞬间我们感觉到甘肃队的蒋下有点软 从这个水花浪窝在旋转的速率 向前送的这个速度上来看 甘肃队力量不够了 有点撑不住了 这样呢最终还是湖南队保住了自己从起航阶段到最后的优势 甘肃队呢位列小组第二 他们也是女子双人双奖这个项目 本届全员会的第七和第八名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双人双奖这个项目的 Final A的决赛 一道是湖南队 二道是江西队 三道是上海队 四道是山东 二队 五道是山东一队 六道是四川队 应该最具竞争力的是上海和山东二队 陈云霞张灵 这对组合我们不用介绍了 之前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观众对他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尽管说这对组合同样是面临着 就是可能长达21天隔离无法系统训练的这种状况 从体能从整体的身体的储备训练系统性上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这种下滑 但是两个人在今天上午的单人艇的比赛当中 我们也看到他们都打进了单人艇的Final A的决赛 所以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比赛呢 可能他们的状态也在做一些提升 而山东二队这边的江燕和余文的搭档 可能就更具冲击力一些 同时放在bones nous行 并且刘洋铅现在是 molto不 tranquil的 今天的目标还在单人艇市团队 还在льpe仓以下之导致投赛 聚会并且实贷分着 从墙到转入之后 张林和陈侠的水下节奏 保持的还是非常的好 滑行节奏 而且讲非常的远 我们看整个讲业丢的非常远 目前上海队和山东队是遥遥领先 领先排在第三的江西队 已经是将近三秒 拉开了一条半艇 而这两条艇之间的差距 大概在半秒左右 山东这边于文和江燕 这都是单人艇实力非常强的选手 尤其是江燕 我们也为您介绍过 他的单人艇个人的实力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所以整体呢 山东二队这也是一条 很有竞争力的艇 陈云霞和张林这条艇 仍然保持着技术上足够的细腻 两条艇的技术风格 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不同的 因为陈云霞和张林本身配艇的时间非常长 两个人从女子四双上配 到现在来配双双 他们的整体配艇时间 默契程度都还是很高的 而且两个人的个体能力又都很出色 所以说呢 他们两个人的滑行技术感更好 从潜入水 蒋液对水的清河到水下支撑的状态 到最后出手之后的转换 推奖的放松感 整体的节奏非常的出色 半程过后 应该领先着有一秒多 而山东二队这边呢 余文和江燕 两个人的个人能力都非常的出众 尤其是江燕 个人能力非常的出色 所以说呢 他们的这条艇滑的更具力量感 也就上海这条艇呢 整体的节奏和技术显得更细腻 而山东这条艇呢 力量和水下的这种效果 看起来要更强眼一些 而对于山东这条艇呢 唯一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除在余文 同样 呃 他在一号位这个位置上 他的整体后靠这一下靠的太慢 可能也是习惯于在一些单人艇 或者说 呃 相对靠前的位置上去打比赛 所以在双双这个位置上 他做到一号位之后呢 他的后靠这一下幅度还是比较大 或多或少会对船头的行径 带来一些影响 这也是可能不是特别习惯于一号位的一个状态 上海队滑到这会儿已经接近1500米左右的位置了 能够感觉出来啊 这条艇滑的也稍稍有一点点疲惫了 刚才过几点这一段 尤其是在陈医霞这个位置上显得有点累 因为两天时间 他们打了好几枪了已经 就是呃 在昨天女子私人双奖这个项目当中 以联合队的形势 出战 拿到了冠军 之后呢 在单人艇一路打进A组决赛 这一般情况下至少是要听三枪 呃 在今天上午打完了A组决赛之后 回来 接着下午再去比女子的双人双奖的配挺 而且整个上午张玲是拿到了单人艇项目的银牌 拼得也非常凶 所以说呢 这条艇的体能 陈医霞和张玲这条艇搭档的体能 会是 可能在最后阶段 对他们唯一带来一些影响的因素 但是从目前上方俯瞰下去 这条艇滑得真好 举重若轻的感觉完全呈现了在了这条艇上 而最后阶段的冲刺呢 明显体能在下降 但是全力的把后靠这把拉出来 讲评没有提升太多 更多的是在强调着水下的支撑力量 用力量去顶住其他队伍的冲击 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四川队的龙东梅陈方 陈方也是不容易 从轻量级到公开级 这种能力上的要求 对他肯定来说 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最后的几桨冲刺 仍然滑得非常轻盈 举重若轻的感觉 上海队的这条艇滑得还是很漂亮 山东这边加几桨之后 也是冲过了终点 四川队这条艇是第三个冲过终点 这样上海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而对于张灵来说 在连续三个项目的比拼当中 都是登上了领奖台 两金一银 整体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 山东二队是拿到了银牌 而四川队则是收获了铜牌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